既然提起云中介 不如再跟你们说说多毛国与水渔国的征战 说起这水渔国 和罗大王确实是条汉子 我们两国一来一往 就打了上百年 谋略兵法 他自有一套 再没遇过可以跟本大王战成平局的对手了 听来真是位骁勇善战的大王 要认真算来 还是多毛国战胜的次数多 那么之后又是怎么坏解纷争的呢 当然是本大王大发慈悲 征战不休总是会厌倦 同样都是云中介的著名 合乎相逼 于是本大王便和水渔国 缔结盟约 此后再不相争 云中介的和平 因而到来 两国之间也就没了闲适 没想到吉蓬大王还挺有手腕的 多毛民和水渔民如此不同 都能够和谐相处了 玄缘界的纷争倒是从未歇息过 玄缘民就该学学我们 别老是征伐杀戮 成凶斗狠 欺负若小 平息尽气的共生不是挺好 大王可真有墨家门人 忧国忧民的方范 那是当然 怪了 这足迹不太对劲 不太像是妖魔行走时留下的 是躲到洞窟里了吗 我先去探探 带到了 抓住他们 别让到手的飞羊跑了 是 包围他们 行动 看来从头到尾都是人吃人 没什么妖魔惹祸 难道老夫人的儿子也 有可能也被强盗劫材了 来 回头再和老夫人说一声吧 你 你们是谁 你是彭修吗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 而且 你们还 把他们杀掉了 你母亲在昆阳城里 正担心着你呢 躲在这树林里做什么 我 对对对 母亲在城里 我得赶快回去 他们怎么杀掉那些人的 得赶紧回去 我总觉得他看起来怪怪的 好 他的态度不太对劲 追上去看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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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lusion 纸鹏大王 既是墨家老前辈 应当也与其他前辈们相熟 可否和我说说过去墨家之事 本大王认识的人可多着了 小贝想听谁的事啊 比如白鱼祖师 小白啊 原来大王口中的小白 就是上墨的祖师 他的机关术可是优秀得很 设计出的机关屋特别精良 你们上山的大寨 肯定也是他的精心之作 就是人太拒 明明想见大小姐一面 最终还是嘴硬着不愿再见 师祖与夫人也是相识的 她是大小姐的徒子徒孙 自然相识 只是对于墨学 对于机关术 彼此关节有意罢了 本大王倒是不讨厌他 总还是个认真的小鬼嘛 哇 怎么两手空空地回来 我还想着 这回骗去的小子 看来挺有钱的 我 我到那时 人都已经被杀光了呀 我也不知该怎么办 就 去硬他们走了 那 那尸体就晾在那 不会被人发现吧 这 母子 小鬼可得好好给他们个教训 所以 这都是骗局 不 大爷 你误会了 跟强盗合作 联手劫财 还用死去的妖魔当作伪装 我还误会了什么 你们至今为止 都害死了多少人 大爷 您别怪罪 我年老力衰 丈夫又早死 生活实在过不下去 求您 求您饶过我们 下次绝不再犯 别骂我阿母了 别骂我阿母了 是我没本事 才勾搭上那群强盗 做这些坏事 钱财大半也都给了他们 我 我 我们一个人也没杀 阿相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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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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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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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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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